每个人都在顽强的表现自己 顽强表现自己就是说有一个什么 就是利用自己在这个时间乱趁乱 大家都顾不上来打 大陆因为他自己内部忙不应接 内部抗病毒 所以他认为大陆现在无力来攻打台湾 也无力来解对台湾问题 这个时候他正式表现 顽强表现自己的滔滔暴力 然后把美国每个月给他十万口罩 这个样子来解原水区解尽口 这个策略大家 台湾这个策略是机关三尽太聪明 当然结果就是反过了清零性命 我今天原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因为开始在学英语 学英语的话 在英语我的词汇量比较少 我这个词汇量 比如到美国来 如果基本的口语能够应付 但是也想要交流 想完全地掌握这个 完全地掌握这个电视对话 比如说如果要是有什么活动 要出去跟外国人对话 或者直接对话 比如说参加一些 ISIS制控 美国制服的一个对话 就对不上 我可以用翻译器 但是没有办法 直接的快速的交流 所以就逼着我 现在就加大我的单词量 我在学瓷霸天下 就给自己希望在这一两年内 达到一两万单词的记忆量 有了这样的单词的作为基础 将来就等于我有了子弹了 然后就可以上战场了 上战场 然后就以后的交流 就可以用英语交流了 所以我在这里我也准备 一方面学习 另外一方面我也参与 参与什么呢 参与中美关系 两岸关系 这解决 因为现在到了瓜叔提落的时候了 前一时候 大陆情况很紧急 叫做绝地丰盛 大家有个单词叫 这个的陷入绝境了 你看 从今天一开始 港独闹 港中闹反中游行 要五大诉求 弄得不知所措 反正现在是大家都会 一国两制 前也不得 进也不得 退也不得 总而言之进退两难 这个时间又 台湾又趁火打结 本来台湾就参与了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他就跑到台湾去见黄之锋 就把支持港独 中国国民党的心情就表示出来了 韩国瑜也表态 支持香港人民反中运动 这显然这是给两岸关系 国共两党关系伤口上撒盐 本来都淡漠了 所以这次中共也没给他发核心 但是因为他反大陆 跟民进党的态度比较接近 接近了之后 所以他就以此来获取 以为能够得到台湾的选票 能够将来还有冬山再起的日子 这个又是打错了算盘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现在把这里呢 我在这里 这个有个叫做天方夜谭 这个节目呢 本身就是有点天方夜谭 因为天方夜谭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希腊 这个有个国王 他喜欢这个看 为了了解夏晴嘛 他就让这个这个这个 就让美 来一个美女给他讲故事 讲一个民间的故事 然后呢 第二天早晨呢 他觉得他讲得不好呢 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呢 大家都有点 有点这个 这个就害怕 这么一个报警 这是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这个这个很聪明 他就给 开始给他讲故事 就是 每天讲呢 说是讲到 农的这个 这个正的兴趣 这个正农的时候呢 他不讲了 他留到第二天讲 这样子呢 这个这个国王呢 就等着 就想这个掉了胃口了 就第二天呢 就不能杀他 他也不想杀他 然后 那就等着再下一天呢 就给他再继续讲 然后一直呢 一千零一 讲了一千零一 后来皇帝 就终于翻误了 就不杀他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就 就转 就灰心转意了 他就活下来了 而且当了这个皇宫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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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子吧 这个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一个故事 因此呢 就得了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 然后呢 这个故事呢 就叫做天方夜谭 我现在呢 那也在开始那个讲天 这个讲天方夜谭 这个天方夜谭呢 是讲什么 讲一国两制 讲和平统议 啊 现在走走到尽头了 走到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了 走到转折点了 中美关系也也到了转折点了 这个转折点 我们有时候叫做临界点 临界点呢 就是要发生 就 量变要 量变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要形成了 啊 制变了 两岸关系也是到了一个制变的程度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来 我来 这个 这个量变到制变 这个 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量变到制变 为什么是这样讲啊 首先 这个一国两制的设计啊 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也是个大智慧 在当时来讲呢 就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大智慧 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呢 啊 初级阶段的 我们认为是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解决 中国国家统一的一个初级阶段 一个设想 那么下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到了 经过实践 这个 97年到现在 已经大概大概20多年了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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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了一个丰富的经验 事情已经开始转换了 就是 为什么转换 必然 为什么必然有这样的结果啊 这个大陆是始料不及的 以为呢 这个很政治的很好啊 而且可以推广到台湾 这个97年 去年嘛 2019年呢 习近平呢 就以香港的一个一国两制的模式 希望能够在台湾呢 推行台湾 台湾 争求台湾 产生那个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这个问题就来了 台湾不接受 所以然后呢 就采取了一个抵抗和煽动 给你制造这个 制造一个 你这个失败的 这个局面 港独反送中 就是 就是一个 使你一国两制走不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那是全世界都看到了啊 一个是 美国支持这个 港独的运动 又参加了 又制定了个 香港关系法 又制定台湾关系法 它都是为了牵制大陆 这里呢 美国呢很糊涂啊 美国这个 这两个动作呢 我们今天 就现在呢 正在讲 大家都认为这个 美国这个得了 得了就是 可以以此能够 特朗普能够拿到选票 啊 所以呢 我现在就 我现在从今天开始 啊 就叫做悬崖勒马 悬崖勒马 一方面 我是面对 中国大陆 中南海 香港 台 台台台台 台湾 这个2300万 另外一方面 我也面对 这个 美国人民 和美国白宫 还有那个 CAPITAL就是 郭桂山 我现在今天的目的呢 就讲一个开头 我每天以后每天 曾经每天讲 就是每天晚上呢 开始讲一点 啊 在那个Facebook上呢 做直播 这叫 从今天 今年开始 叫做第一天 我第一天呢 就来一个 开场白 这讲一国两制的陷阱 这讲一国两制的陷阱 和平统议 一国两制的陷阱是什么 这因为 因为呢 我们大家 大陆那边 西国两制 已经是叫做定海神针 不能变 这个那个 呃 香港呢 认为呢 你大陆呢 已经在变了 已经把这个权力收回去了 啊 这个反送中啊 我现在就收回 台湾认为呢 你一国两制 在香港就是失败的 你虽然澳门在那 呃 现在 做出一个样板 但是你这个 主要的问题 澳门是个小地方 主要是 香港问题都是 大家都得到了这个 这个 上百万的游行 这个整个的反对 美国呢 就趁火打结 就拉 拉一派 打一派 啊 所以呢 这个问题 谁能得分 这个是乱局的情况下 谁得分了 谁失分了 谁是将来的赢家 这个乱当中的乱局 这个世界大乱啊 这个大乱这个 这个最后 这个大乱之后呢 我们说了二十四天摸摸兔嘛 啊 这个这个 这种呢 是中国这个 这个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 世界的一个 世界级的范围内的一个较量 看谁 啊 这个战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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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国的围绕中国的一国两制的战争 谁能够输 谁能够赢 怎么样的 从这个脱颖而出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啊 我这个 这个讲座的目标 啊 啊 啊 目的呢 就是解明道学 题目就是 同心同国 法统台湾 依法统一 国家依法统一 共建家园 以近大同 为什么没说 振兴中华呢 现在不是振兴中华 的一个中华民族 这个阵型 这个中华民族的阵型 不能够紧就中华民族的阵型 来振兴中华 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中华民族 是在全世界过程当中 成就全世界发展的 情况下 大背景下 同时成就自己 这叫以近大同 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只有中国发展 就像美国的 只有美国 美国优先 这个方法不对 我们也不提中国优先 也不提美国优先 是共同发展 这个共同发展呢 就是针对一些 发展落后的呢 我们走的 就靠前一点 针对 走的快的呢 我们有什么好经验向你学习 我今天呢 这个是一个打招呼 打招呼呢 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 在一国 邓小平在当时的这个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政策的时候 哪些地方没有设计到 没有考虑到 或者考虑不周全 我们今天就来画解 大家 大家也来看看我 讲的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呢 就是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陆呢 有一个 有一个 呃 有一个 传统 这个传统 就也是中国文化 儒家文化的一个 一个 叫略根性 什么叫略根性呢 叫独尊儒家 独尊儒家 废除百家 独尊儒素 废除百家 在中国 就强调一种声音 当然当时就强调孔孟之道了 在这个国民党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 这个1945年 1945年的时候呢 国共谈判的时候呢 蒋介石 强调什么呢 强调 一个国家 一个党 一个领袖 共产党 你只能实现 他不承认共产党的合 就你如果承认你合法地位 这是当时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罗斯福还在呢 就是希望 押着国民党 要接受共产党 大家共同来 就搞这个 就像搞两党制 在中国搞两党制 因为他出了一个西清半计 西清半计的作者呢 这个这个这个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呢 西清向荣 有很多地方呢 采取的一些政策来讲 比国总期 比蒋介石搞得好 而且看到了这种力量将来会存在的 这个这个转变 美国这种 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析 但后来呢 这个蒋介石呢 他还是支持蒋介石 想支持蒋介石呢 搞美国这一套这个这个共和质量党制 美国是什么叫 共和党呢 就是资本 以自强调资本 强调自己这个美国利益的 这个民主党呢 就强调社会主义的 就有点共产 就是共 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 就是老虎大众啊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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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地下层的这个这个这个层面的 所以说呢 到我到美国来呢 这个这个很清楚这一点 今天呢 我们开个头 我每天呢 就不断的 就有一个 就我们这个全数 这个这个 这个跟人辩论的时候 有这么一点 我不能一下子把你打倒 但是我能够每天的坚持 去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来 就把你 让你 打到你的痛处 打到你台湾的痛处 打到你 这个台独的痛处 打到你独裁的痛处 打到你 这个这个这个 打到你港独的痛处 打到你美国共和党的痛处 我今天就打一个 每个 就每个人打他一拳 这一拳要打中要害 这时候要打七寸 大家呢 台湾人也好 大陆人也好 这个七寸在哪里 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讲 农夫与蛇的故事 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当时是1949年 毛泽东发表了一个社论 就是我们不能够犯一个 这个愚蠢的农夫的错误 就是我们不能可怜 像蛇一样 冻僵了蛇一样的 这个毒蛇一样的 这个敌人 那么 当时指的敌人呢 就是指的蒋介石 李中元当时是 当时的国民党 后来逃到 这个这个这个 就发 后来这个 这个是元代 这个就年初 发表的这个社论 讲革命进行到底 然后呢 八月份 九月份呢 就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就成立 最后 到了四九年了 这个呢 就四几年的形势呢 那个时候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百万熊师过大疆了 就在长江口上了 对峙了 要不要 百万熊师过大疆 还是隔岸相而至 现在呢 中国国民党 蔡英文 美国就设计的 隔海而至 就和一九四九年的 这个形势是一样的 隔海而至呢 现在香港呢 作为一个桥头堡 就在家那个金门马祖 作为第一线 第一岛链 作为台湾防止大陆的 第一岛链 渗透的一方 一个一国两制的 第一岛链 然后呢 像是 打的旗号是什么 台湾 中华民国 台湾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个 李登辉写的余生 他给台湾链出了一个 走向台独的一个 崔命福 现在实际上 那个当选那一天 那个蔡英文已经 已经宣布台独了 就台湾有两千三百万 已经 已经喊出台独了 那个赖清德呢 现在的 第一次喊 一耳再耳沾的喊 就是说 靓你大陆不敢打 就是有一种啊 就挑战那个 就像那个 就无赖啊 就是要 就是脱皮啊 就是让你的韩信呢 不要跨下之主 就是逼韩信 那个时候要走到 跨下之主 所以呢 这个呢 赖清德呢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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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呢 是个 就是一个 就是他 已经 也是在 因为他觉得拿了八千 八千万这个票 但是这个票 我是 我是当时在看的清清楚 这里面有很多水分的 我呢 大家都知道了 也在网上看到我了 我这次对台湾的选举呢 就是我们楼下这个邻居 他是到了香港呢 待了有四十天 我呢 待了四十天呢 之后我去了台湾 就两个月时间 我这个 这个唯一 我有台湾呢 去了八天 在这之前呢 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包括在这个 我们前文河那个调教的 呃 院者上 我在做这个 普遍谈话 就是 他那个 这个 这个 就向 向蔡英文宣战嘛 我说那个 舍得一声广 敢把蔡英文拉下嘛 而我给 罗列了很多 蔡英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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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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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的错误 还有他的主张的危险性 可能大家 你要看我这个facebook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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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过去的 发表的文章 还有做那个 做那些活动啊 就知道 大家都 很多人熟悉我 很多人熟悉我 就是因为 他知道我这个来龙去脉 我是 有始有终 我是从 李登辉 提出两国论的时候 我就跟李登辉就打交道了 我说两国论呢 不是两个国 是state by state 啊 是应该 你说这个 联邦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关系 这还可以 说得过去 你说两个 这个 啊 independence 那是白 independence 那就错误了 李登辉最近提出来呢 那个又一个新的一个升级版 提出怎么说呢 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是另立了一个新国家 我们承认你啊 我们承认你啊 前提是我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国家 你先搞分裂了 我这个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没分裂 我还叫中华民国 这个就甩锅了呀 这就是本质啊 这个是 这就是啊 马英九这个一中各表的这个本质啊 实际上是两个中国呀 这个就是 邓小平没有看 没有点破 没有揭穿这个问题 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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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法律啊 不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法律 所以我们抓住了一个稻草 以为是金条 结果 它它承受 这个九二共识 书企提出来 它承受不了法律的责任 它承受不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那个宪法 八二宪法 现在台湾实行的是 中华民国的四七宪法 四七年在南京宪法 你九二共识 是个口头协议 还不承认呢 所以我们把这个口头协议 拿稻草当金条了 这个给它负有了太大的责任 然后国台办这么多年来 就把这个九二共识 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这个世纪 就是测验你的阳性还是阴性 就拿这个来衡量 你是台独还是独胎 还是 还是那个统派 这个事情呢 就是参照物啊 参照物选错了 大家可以 我讲的看看大家对 讲的对不对 我今天呢 就是炮砖引玉 我先把立出来哪些地方错 这个 这个就是大陆的错 江泽民 李鹏 不不江泽民 胡锦涛 这四季 然后习近平 在这个问题 选 选参照物选错了 这个参照物选错了之后呢 得到了后遗症呢 就最后得到之后呢 我就甩锅了 民进党就甩锅了 我不承认你这个什么九二共识 你要就非逼着我就承认 我就说那个大家有位 我承认你有这么回事 就等于是不把你看在眼里 你谈那个话 你不能 它没有法律效应嘛 你怎么能够 拿这个没有法律效应的东西 来给我来 给我上那个紧箍座呢 所以你 你拿这个标准呢 你本身就把 脱入一个陷阱 把九二共识当成 当那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准则 就是一个陷阱 有宪法你不用 你不敢 中国人就不敢用这个宪法 宪法他怕那个 从两个宪法就两个国家 所以呢 这个大陆呢 这方面呢 有软肋 我以后再分析大陆的哪些地方 还有哪些地方呢 他是 这个 说不起硬话来 就没有搞清楚 在很多问题上没有搞清楚 我今天呢 今天呢 现在是一点 已经过了一点 我呢 再谈一下 香港问题 我大陆问题 我就谈香港问题 错误在那里 大陆的一国两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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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执行政策当中呢 因为邓小平呢 坦率的说 我我当时是 我是邓小平 他是在高高在上的 他那个时候七次 邓小平七十三岁出三 邓小平七十三岁是哪一年呢 一九七七年 他七十三岁 我我今年呢 也是七十三岁 我现在呢 在这里呢 遇到了 遇到了什么呢 遇到了新冠定谱 邓小平当时七十三岁 遇到什么 他前列腺炎 做手术 当时国家正需要他 当时那个 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呢 过去给他写过 写过反对邓小平 那个反击优惊犯 犯犯犯犯之后 给他写过大字报 给他写过揭发信 所以呢 他提琴道歹的 生怕这个东西啊 给他做一个什么 三长两长给他出臭 但他还好手术做好了 七七年 七七年邓小平能够出三 我也能够出三 但是我出三呢 得要需要有条件 我出三是干什么 我不是想要出三 而是需要我出三的时候 我也可以出三 那个谁 这个川普不是 七十三岁出三吗 他当197 2016年时候 他七十三岁 对吧 所以他竟然能够出三 对吧 中国大 但中国大都 我没有 我没在体制内 所以我不在 但是我在台湾可以 我曾经在这个网上呢 提出来 我要当台湾的第一公普 第一公普 和台湾总统不一样 我也不当台湾省长 我当第一公普 就是我在 大家 Facebook上的这个 这个朋友 台湾朋友都知道 那个 兄弟姊妹 打个 打 打个号 我看了现在 看我那个人的很多 我今天谈 那个台湾问题 谈得很重要 香港问题 我谈得很重要 因为将来的第一公普 台湾的第一公普 不在台湾 就是我 我今天给大家放这个风 就是为了 要争取这个机会 鱼工一山的人呢 这个鱼工就是我 为什么不是 什么 不是什么 马英九啊 不是连战啊 不是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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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什么 国民党副主席 他们当不了这个责任 当不了这个担子呢 而且其他的民进党这边 更不行了 对吧 为什么不行了 肯定是 肯定是选我 才能 而且我呢 一定要让大家的认识我 就包括今天 现在看我节目的人 就是 我们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 争取 跟十字与中国人民一起 共建美好家园 台湾家园 为什么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的 goal是什么呢 My goal is simple but ambition 但是非常 这个这个 这个成了 我们一个 一个目 选择一个 一个目标以后呢 很明确 我的目标 很明确 就是当台湾的第一工作 啊 为什么 两岸和平统一 统一不了 香港的例子 就告诉我们 台湾不可能 采取和平的方式 进行统一 不可能走香港的方式 进行统一 香港的方式 实际上一个 我们 这个 已经落入了一个 一国两制的陷阱 一个分裂的陷阱 台独的陷阱 这个不是 在 这个陷阱呢 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 在设计的时候 它已经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了 这次我到台湾去看 一比较 就看出来了 香港的问题 就在于 一国两制的设计出了问题 这个设计的问题 国家的语言统一了 你不懂 不讲国语 你在台湾 你就 在国民党这个政府 国民党这个政府 在蒋介石这个政府当中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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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湾一比 台湾在蒋介石 蒋中正 在收复台湾的时候 去殖民化 去日本的殖民化 把所有的 日本人命名的街道 全部都一扫而光 就改成什么 中正路啊 什么六合路啊 杭州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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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改了 都国有化了 就中国化了 第二个 普通话 国语化了 国家的语言统一了 你不懂 不讲国语 你在台湾 你就 在国民党这个政府 国民党这个政府 在蒋介石这个政府当中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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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人一等 所以呢 像这个 李登辉啊 这些呢 都学的普通话 也讲得非常好 包括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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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的父亲啊 这一代的 大家都在乡部了嘛 因为 这个是的 物竟天则 是的 生存嘛 另外拆取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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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这个 原来在国民党在大陆的一些好的政策 中央控制 但是 国民党没想到的 史料不及的就是 一个东西 就是30万日本移民 一老一少 他没有处理好 他这个问题没解决好 他没解决好呢 就是什么呢 他把这个 实际上对这些当时 对这些日本一老一少的 很宽大的 把他收留了 他认为他自己带了200万军队过来 这些问题能够压得住他 二二八事件之后就把 主要的矛盾 就是对付台湾本地人 和日本移民 黄民 但是实际上 蒋介石带了多少人 到具体带了多少人过来呢 就六十多万 号称是两百万 就八百万 国共担任 损失了八百万军队 实际上有没有那么多呢 有时候这个数字 往往就是 一个水分太大 虚 我们这个数字 关系不大 你现在你带过来的 这八百万 两百万军队也好 六十万军队也好 被民进党打趴下了 也就是被这个移民呢 就日本这个移民给打趴下了 打败了 这个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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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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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 这次选举 那个韩国瑜失败 就是民进党打败了国民党 而且国民党呢 在目前情况下 看不到起来的 东山再起来的 这个能力 组织能力看不到 政党的党的目标看不到 他的这个组织能力的 这个这个政党的整合力看不到 还是一盘散伤 如果这个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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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子的话 这个结党英尸这个摊子的话 这个东山再起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再起来也没有没有这个势力 所以呢 就扶不起来的阿朵 国民党是扶不起来的阿朵 国民党扶不起来怎么办呢 他就跟着民进党呢 去搞在这民进党那个里面呢 混入一个混个一根 我也是反对共产党 反正中反中反一国两制 我然后我也 这个就是汪精卫 现在是国民党就变成了 民进党里面的汪精卫 这个呢 蔡英文呢 这个孔子有一句话 为女人以小人男养女 蔡英文是女人加小人 蔡英文我跟他打交道是什么呢 陈水扁这个 就是他那个两国论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后来他当了那个这个这个陆委会主任的时候 我当时写信的时候 都是经过蔡英文才转交给陈水扁的 陈水扁呢 采取了我这个说大陆那个事不宜没有 是我给他 他受了我的影响 我什么影响 同心同国的影响 我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中华民国 这是毛泽东说的 实际上国际法当中中华民国没有废 就没有在法律上废除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法律程序没走 就把他含糊起来 就把他含糊起来 模糊起来 把他这个法律上叫做法律保留 就把他冷冻起来了 冷冻了就把中华民国就那个那个苏联这个叫做冷冻了 那的话现在27582决议呢就把这个词中华民国的词呢给冷冻起来了 我今天给大家大家听着啊 大家这么多来捧场我第一个表示呢 啊这个非常高兴 我就不去给你点赞了 中华民国是什么 我们找中华民国的词根 词源是什么 孙中山是国父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国根叫China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不是族语 实际上是China才是族语 才是族语 啊 叫做共和的 这个Republic的呢是什么呢 定语 是说明这个China 是跟原来的那个大清朝 王朝不一样 它那个体制 它这个体制是共和体制 五族共和汉蒙回藏苗 各族组合五族联合 成为中华民族 你要是打的中华民国台湾的话 你就要承认 什么呢 就要承认 汉蒙回藏苗 跟你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你李登辉你想去编去骗去框 框不上 你这个Republic的本质 你的DNA就是汉蒙回藏苗 这个定语 要接受共产党 大家共同来就像搞两党制 在中国搞两党制 因为它出了一个西新发统一 这个国家呢 依法统一 共建 这个这个 共建家园 以进大同 我为什么没说 振兴东华呢 现在不是振兴每天讲 就是每天晚上啊 开始讲一点 在那个Facebook上呢 做直播 这叫从今天 今年开始 叫做第一天 我第一天呢 就来一个 这个是这样说 对吧 相比较来讲 我支持共和党 这个 成就特朗普 成就习近平 最后是成就我自己